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话不是乱说的 这是从医50年以上的研究所得 常用脑的老人长寿得多 生于1927年的陆广深是全国著名老中医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在采访陆广深时 印象最深的是他走路是小跑的 上楼下楼是两步一跳的 谈吐是兴奋的 表情是丰富的 无法想象这是为80多岁的老人 以下为路老的访谈时路 常用脑的人长寿 当然 劳动也可以长寿 主要是胸怀要宽广 心态要健康 对事事不计较 追求高远的目标 也许他有三四种病 但他完全可以带病延年 人老了 都会有病 但你整天在疾病的笼罩之下怎么行 你大致是健全的就行了 也许个别零件完了 但身体的网络是完整的 那你一样是个健康人 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如果今天有门诊或开会 我六点多就起来了 第二天没事 我睡到八点多起来 我一天三餐很简单 早上一碗粥 两个茶叶蛋 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 什么菜也不吃 晚上基本不吃饭 就是一盅啤酒 一块鱼 还有花生米 西红柿 黄瓜 有时晚饭只吃水果餐 比如吃橘子时要吃菊落 一是粗纤维 二是蔬干里气的 菊落是入药的 可解育 我体重到现在还是55kg以内 吃药就是老三样 又不贵又有效 谈到中老年人多少会涉及的用药问题 陆广深教授也公开了自己的备药方子 就是老三样 吃一包补中益气丸和家味逍遥丸 可以抗抑郁 一个星期吃两次 每天吃也可以 感冒了 拉稀了 皮肤过敏了 寻麻疹了 用防风通胜丸 再加一个六味地黄丸 家庭常备就够了 这几种药 都是老中医才知道高性价比忠成药 试用面广 也有效 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被在家里 不要乱吃药效不明的保健品 每天快不走 脑袋血液足 脑供血不足 引发头晕 头痛 老年痴呆 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陆广深教授也知道脑供血的重要性 因此很注重这方面 陆广深教授上楼是两步一跳的 走路是小跑 走快路是他自己对于日常保养 治病养生的门道 他说 你看人的头在最上面 最需要克服地心引力 剑步行走 可以把下肢的血液蹦到大脑 脑为元神之府 大脑供血 供养情况直接标志着人的健康和衰老状况 无需用药 通过快步走的形式 就能保证脑供血 老了反而不要锻炼太多 很多人都把运动归为长寿的一个必备因素 其实根据陆广深教授的常年研究发现 人年轻的时候要锻炼 高寿老人锻炼没意义 最容易犯的五个运动错误 一 走得多 人在剧烈运动时 体内会产生较多的肾上腺素和皮质纯等激素 当这些激素增加到一定量时 会使皮脏产生白细胞的能力大大降低 致使淋巴细胞中细胞活性大大降低 二 速度快 对于走路和跑步而言 强度就是速度 强度过大容易发生运动伤害 比较常见的有膝关节 踝关节 髋关节及腰部的疼痛和损伤 三 早起就猛跑 不吃早餐或不补水就出门狂走猛跑 会导致血糖过低 早起时 人体血液更粘稠 特别是心脑血管病患者 运动风险更大 此外 凌晨是心血管病高发期 高危人群应避免清晨剧烈运动 四 严寒酷暑无阻 研究表明 极端温度会加大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 一热一寒 是心脑的大敌 目前早晚温差大 一定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 避免过度运动 五 靠走路减肥 人体一天中摄入的热量越多 器官负担越重 但如果再进行超负荷的运动 器官的负担则翻倍 久而久之 加快器官衰老 休息才是最好的锻炼 一小气二十分钟让心脏动起来 多项研究表明 小气是减压神器 能提高灵敏度和工作效率 也更有利于心脏健康 研究发现 一周五睡三次以上 每次小于三十分钟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 降低了37% 二 喝杯热茶让大脑动起来 发表在人类神经科学前沿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喝水能够让你的大脑提速14% 有助于保持思维敏捷 天气渐热 喝杯热茶还是清热止渴的法宝 因为热茶能促使毛孔张开 加速汗腺分泌 还可以利尿 三伸个懒腰 让肺动起来 伸懒腰能增加对心 肺的挤压 增加全身的供养 还有利于全身肌肉的收缩和呼吸的加深 大脑血流充足了 人自然感到清醒 舒适 四吃健康零食 让肠胃动起来 在两餐之间或餐前吃点健康零食 既可以让你得到身心的放松 还有助于补充营养 建议在上午十点或下午三点左右 给自己来个短暂的茶席 酸奶 水果 坚果等都是比较健康的零食选择 无简单运动 让身体动起来 拉拉筋 扭扭腰 或者深蹲 靠墙站立 高抬腿 俯卧撑 都是比较简便易行的运动 还可以练一两组瑜伽或太极的动作 时间不必太长 几分钟就能让身体充分放松 六晒太阳 让免疫力动起来 晒太阳的好处不胜美举 但国人晒太阳的时间 仍远远不够 不妨在你感到疲倦时 把晒太阳这个功课补上 上午10点和下午4点是晒太阳的最佳时间 此时可以散散步 或者边晒太阳边打电话 一举两得 可以多晒晒背部 双腿和头顶 有助于钙的吸收 合成 还能提高免疫力 每次晒15至20分钟为宜 七发呆5分钟让精神动起来 美国哈佛医学院和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的研究显示 发呆是最简单的减压方式 他们发现 心无杂念 脑子里什么也不想的时候 大脑中的Alpha脑电波得到加强 这种特殊的脑电波可以一直信息超载 让注意力和意念更加集中 从而改善情绪 减轻压力 缓解焦虑不安 还能加强记忆力 缓解疼痛 并提高免疫力 另有研究发现 每天适当发挥 呆能将焦虑和抑郁风险降低25% 陆广深教授特别提醒60岁以上的朋友 除了用药以外 降糖 降脂 多嚼几下 除了血压这个问题 血糖血脂也是中老年人必须要注意的 当然了 血糖 血脂 血压这三者之间也是有关系的 这个血脂轻了 血压也会有所改善 多数人都是用药治疗 当然必要的用药是一定的 除了用药以外 陆广深教授还说 我1958年做过一个试验 50个糖尿病人 让他们嚼半小时海绵吐掉 结果所有人的血糖 血脂都降了 说明咀嚼可以降血脂 血糖 防止糖尿病 具体到生活中 陆广深教授建议我们 吃饭吃得快 血糖就会升高 慢慢吃 饭后再活动活动 就不容易造成脂肪积存 一个人能够活动活动 并且注意咀嚼 大脑退化就可以比别人晚几年 活动活动就可以了 关键是用脑子 你脑子思考的问题是高远的 你会长寿的 我是1952年北大足球队的 年轻时代的体育运动 对后半辈子有很大作用 老了 反而不要锻炼太多 老人骨头不灵了 快走补脑 三种成药 多嚼降糖 这简单的几句话 是陆广深教授多年研究 自用结果 只有从医50年以上的老中医 才知道 才敢说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他们下期节目的